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调整荧幕解析度 荧幕解析度是指文字还有影像呈现在荧幕上的清晰度 解析度越高,图形和文字看起来就越清晰 但是看起来也比较小 所以荧幕上可以容纳更多的图形和文字 但这个也有缺点 比如说,以一台21.5寸的荧幕 将解析度调高到1920x1080的时候 虽然图形和文字的清晰度很高 但图形和文字就相对太小 反而看起来很吃力 所以调整适合的荧幕解析度 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比较舒服 在桌面空白的地方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荧幕解析度 选择解析度 现在出现一个下拉式选单 我们将滑鼠移到滑杆这里 按下滑鼠左键不要放开 这边请注意一下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放开滑鼠左键 然后把滑杆往上拉 拉到1920x1080 然后放开滑鼠左键 选择确定 现在跳出一个视窗 有15秒的时间让你选择 如果你要变更荧幕解析度 请按下保留变更 如果你不想变更荧幕解析度 就按下还原 现在我们按下保留变更 荧幕调整到了1920x1080 但是这个解析度对我来讲 图形按文字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我们还是将它调整为 1366x768 调整适合的荧幕解析度 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比较舒服 接下来就看你自己想要调整 怎么样的荧幕解析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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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